好了各位 歡迎來到本週的一個Command Lider 禮拜十的一個速看人的心得時間 本週是我們第47集的速看人的心得 基本上真的是完全進入最尾最尾最尾的一個階段 我就要看一下犧牲了一整年鋪梗的大BOSS 換來我們的博士當終極大BOSS 裡面到底會演什麼東西好不好 還是沒有辦法接受肌膚去這樣死掉你知道嗎 因為肌膚又不是從中間才出來的 它是從一開始就有 結果莫名其妙 好 但是沒關係啦 我們還是來看一下我們今天的一個故事吧 然後呢 在這邊跟大家補充一下 我們今天這一集是46集 47集一起 因為上46集完全被版權轟炸 轟到整篇都快沒了好不好 所以呢 我們這句話才用定格的方式再幫大家複習一下 啊不喜歡的話可以直接挑第47集沒有關係 故事承接上集 幾乎藉由VICE之口給予53一家兩種選擇 是要全人類滅亡 還是要由你們成為新人類的始祖 給予53一家考慮的時間後就離去了 其實這邊的話我覺得把VICE帶走應該會更好啦 我個人覺得 這樣子的話後面的推敲感覺會比較自然一點 眾人回到早堂後正在苦苦思考此事 VICE突然站起來 與其想不出來不如先去泡澡 此時男主問到 泡澡?你是要去哪裡泡? 弟弟也附和說 現在可沒有時間泡澡啊 VICE才意識到男主角的情況正在急速惡化 另一方面 週末中 妹妹正在與拉芙討論是否要被保護一世而吵架 吵得正嚴重時 達爾的老婆進來說 你們兩個都很愛世 不要再過來了 你有想過 你一邊保護他一邊戰鬥 全身都是破綻 請問要有誰來保護你 所以可見現在戰況是 每個人都自身難保 而不是誰保護誰的問題 正當妹妹要反博時 達爾的老婆怒吼說 請好好聽你的搭檔說話 另一方面 我們的廣山早上博士 想詢問為何男主的力量對幾乎沒有用 因為畢竟前幾都有用 但博士表示我沒有空 這個研究高於一切 看出他應該在開發某一些新的東西 正當廣山要指責時 博士說武山兄妹會創造奇蹟的 嗯 畢竟蠻合理的好不好 這次每一集都創造奇蹟 並且走到一旁拿了一個弓箭給廣山 早堂內妹妹被趕了回來 正當大家一籌莫展之際 揚言出來並提出了 曾經在開門之際 大略就成功重創了他 男主也意識到 縣市的可能不是本體 而亞空間的才是重點 只要兩邊同時攻擊 應該就能對他造成傷害了 其實這個結論的討論 我覺得有一點的太隨便的 我個人覺得 畢竟是追蹤Boss 感覺可以讓Weiss被抓走 然後呢 他們到了亞空間 才意識到那邊還有一個本體 我覺得這樣子可能會好一些啦 嘖 不知道我感覺就有人在趕火車啦 我自己覺得 雖然討論出來了 但是該有誰去 這時大家都把目光看下我們的Weiss 嗯 其實這段還蠻好笑的 說曹操曹操到 現在就是武山一家反抗之際 此時妹妹希望可以再等一下 因為妹妹跟拉夫還沒有達到完美的和解 哥哥們也說沒有問題的 我們等你來 週末中等了快要50級的直衣幹部 也終於拿到腰帶啦 只是官方不知道什麼 對他就是沒有更好的待遇 就還是給他使用overdemons那一條啊 感覺很可惜 眾人趕到現場後開始變身準備應戰 早堂內妹妹也第一次將拉夫在非變身的情況下召喚的出來 兩方紛紛道歉 不應該是保護 而是並肩作戰 因而解開了心結 隨後也發現 上集那個並非傷口 而是他正在脫皮成長 嗯 蠻可惜的 我以為可能是 採用穿進布偶裝的設計 結果沒有 而是單純的蛇在脫皮而已 戰場上 BICE也成功進入亞空間找到本體 外頭的話 不只是大的老婆錢的支援 連紫衣幹部也拿起變身器支援 變身成為overdemons 解開心結後的妹妹也趕到現場 進行全新的變身 眼鏡王捨 欸我要先說一下 變身音效的部分 我們到時候用youtube shorts給大家看一下 youtube那邊最近版權抓得非常非常可怕 所以變身這邊就比較爆炸吧 啊大概我下週一下週就給大家看一下 發動新手保護棋 將大範圍的敵人全部殲滅 另一方面 正當大二喘不過氣時 一發箭矢射了過來 原來是我們的廣山 對 廣山就是拿一個攻堅在旁邊支援 我完全看不懂 好不好 這次完全看不懂 可能用之前的槍還比弓箭厲害 我自己覺得 不然就是那可能是博士開發出來的神秘弓箭吧 亞空間內 我們的VICE意外被本體抓住 我們男主利用磁力的特性 將一張射過去給我們的VICE 幫助他脫困 再用同性相斥的概念 將一張丟回去給我們的男主 並且兩方一起發動大招啊 成功將其踢毀 然後再次使用磁鐵的特性 將VICE從亞空間內回收啊 感覺這邊沒有回收 又可以再拖個幾集啊 可惜官方就是 把這邊演得超級順利 為了不知道什麼 隨後 五三三兄妹集結 展開最後的決戰 將縣市的本體踢毀即可 處理完小兵之後呢 大家一起發動大絕 使用最後的T級 成功將肌負的擊破 嗯 真的覺得大BOSS就這樣死掉 完全沒有辦法接受耶 他從第一集就撲個撲到現在 最後一個搞得跟港火車一樣 完全不知道幹嘛 有點小不滿 有點小不滿 感覺可以再拖個一兩集啊 畢竟 我現在看起來是真的覺得 肌負真的沒發揮到什麼力量 肌負就死掉了 雖然將最終BOSS擊敗 但是天空上那是什麼 來各位 肌負被踢毀只是個煙霧彈 搞不好 天空上那個黑色的一道光芒 才是肌負真正的計畫 法 另一方面 博士逐漸入魔 聽到了嗎 我不需要惡魔這種東西 隨後故事就結束了 好 以上的話就是我們第46集的全部內容啊 看完是不是覺得 一頭霧水 我一直以為可能最後一張 應該不會演得這麼快 結果最後一張跟趕火車一樣 完全不知道趕什麼東西好不好 感覺有可能是為了下一集的新騎士登場 所以整天我是有點小不滿意 因為畢竟 明明就可以讓VICE被綁走 然後再進到亞空間內 發現那才是本體 結果通通都沒有 全部砍光光 真是也不知道趕什麼東西啊 好我們把這點講了之後 我們現在進入我們一個 心得&復反環節 跟大家小聊一下 故事的開頭從我們的博士說起 你的惡魔已經不在我身上 說完之後就離開了天台 早堂內我們的VICE也開始幫我們 複習一路上所遇到的全部事情 擊敗了亡命眾與綠衣幹部 也阻止了相當不妙的兄弟吵架 也給了新上級好看 貝奕爾與爸爸和解 博士與博士爸的心結 妹妹與拉斧的和解 大二與揚言一同作戰 擊敗最終BOSS 世界已經和平了 已經沒有必要變身了 但此時 菲尼克斯中眾小兵全部都躺在地板上 我們的博士拿著他全新的驅動器 並沾沾自喜地說 還沒結束呢 早堂內一家人終於團聚 回歸到久違的日常生活 此時 我們大二為了重建的事情 準備去菲尼克斯一趟 我們的妹妹因為是學生 所以準備出門看書 剛出門時就碰到大二的老婆 原來她是來佔別的 因為她要為之前的事情贖罪 兩人約好再見面後就離開了 但是這邊有一個值得一提的點就是 電視上的名嘴也在拿威脅突然消失了 但是能夠真的安心嗎 來節目打嘴炮 就有點像是我們現在看的那種政論節目 其實老實講 我覺得他們一直沒有把這個當成側重點 我覺得很可惜 因為呢 在劇動面啊 不管是哪個時期 都有體現出就是社會比較真實的一些討論面貌 但是官方他們就是不做 總共來講 讓這個原本很有看點的地方 變得有點話舌天竹啦 週末中 大家正在幫忙這邊做整理 因為沒有反派了 這邊也不再需要了 我們也從中得知 子一幹部與小跟班目前住在一起 因為畢竟週末上面就是一個正常的房子啊 另一方面 我們達爾也慌忙跑了下去 發現基地中暈倒的重人 我們的博士也找上達爾老婆 並且直接襲擊了他 我們男主也前去幫剛出獄的YT 趙氏當特別嘉賓 因為畢竟他已經喜心葛面了嘛 嗯 這集話真的是蠻多複習的片段 讓一些過往出現的人物再出現一次 突然間電話響起 子一幹部通知男主達爾老婆受到襲擊一事 眼看情況不妙 男主也立即衝了出去 我們的博士也開啟大招 直接將對方給踢配 並且回收腰帶 當男主感到時 博士也不掩飾 直接露出身份 也會眾人補充到 這是屬於人類的力量 來自人類 為了人類 只要肌腹的力量還在 人類就不可能迎來和平 拿出全新的一個 石家印章 這個印章 是將之前研究的所有動物資料 全盤收入的救急印章 這是我最後的使命 隨即變身成為 common leader 石家 跟大家講一下 因為版權問題啊 所以變身畫面是沒有辦法看到吧 要抱歉一點啊 男主也提問到 在這和平世界裡面 我們成為阻礙的事嗎 能這麼快理解 真是幫了大忙啊 隨即博士方的攻擊 正當男主要變身攻擊 快住手 你也不想再忘記家人的事情了吧 這邊由我來就好 只有我變身的話 負擔應該比較小 眼看無法 我們男主也將事情 拜託了VICE 然後VICE就進行變身了 我一直以為他們 可能一定要雙人才可以變身 結果單人可以變身 這個點還不錯 對方能力過於強大 並且還是使用暴龍的能力 將VICE給擊退啊 所以看出來真的是 收入了全部印章的能力 但跟博士往常的發明一樣 正當要使用必殺技了解我們VICE時 腰帶出了狀況 還有要調整的地方呢 隨即逃離現場了 回到早堂後 大家都沉著臉討論這件事情 今晚吃雜雞哦 買完晚餐的爸媽 也剛好回來化解這個尷尬 此時男主也上前表示 不好意思哦 早堂下午3點才開始營業 可能要請你們稍微等一下下 此時重了才意識到嚴重性 VICE對爸媽表示非常抱歉 沒想到我變身 也會造成這樣的結果 爸爸隨即表示 沒事的 你是為了他才這麼做吧 就算他什麼都忘記了 也是我們的家人 另一方面 男主也對弟妹們表示抱歉 隱瞞記憶一事 大兒表示 你沒有錯的 如果當初我能變身的話 他這份話是指 當初一開始 他拿到禮拜十要再直接變身的話 可能就不會變這樣了 妹妹也反駁到 可是因此忘記家人 那又有什麼意義 想要獲得什麼 就必須失去什麼 你們不是做好覺悟才跟惡魔簽約的嗎 妹妹爆氣的說 揚言你閉嘴 既然不能改變的話 那就只能打敗獸棋了吧 妹妹也因為揚言的話突然頓悟 但這時候呢 大兒表示反對 如果我們這樣做 可能會把男主再次牽進來 因為那男主下 目前是沒變身一次 失去的就更多 可能最後連自己都會忘記 不如把腰帶還回去 說服他還是上策 正當男主要講什麼時 VICE擋下了男主 並將腰帶給了大兒 拜託你了 此時廣山也前來質問博士 你到底在幹嘛 但博士只是解釋了這個腰帶 並沒有透露任何的資訊 隨後 博士來到爸爸的墳前 將他開發的那兩條腰帶 全部丟在他的墳墓上 你們能來 我很高興 但大兒說 現在的我們 沒有交戰的理由吧 那不然為了家人而戰吧 我也有我的理由 博士這樣說到 大兒突然走上前去 將腰帶交給博士 請不要再從我們這邊 奪走任何東西了 博士憤怒的說 那就沒有意義了 並直接請我們大兒吃了一拳 我可不會手下留情了 沒問題的吧 我很高興 這樣才能證明 很幸 兩方隨即打了起來 但博士利用各種不同的力量 將眾人給刁打 嗯 其實看起來這條腰帶 有一點方舟驅動器的感覺 因為呢 他應該是將所有的印章能力收入 那我記得這樣應該就有10種必殺機使用 而且應該還是可以自由堆疊的 他這個腰帶給予一種 ARC的那種壓迫感 而且採用全黃金的設計 看起來更加邪惡 老實講 還蠻期待玩到那條腰帶的 但是那條腰帶其實說穿的也是一條二批色 就是原創性沒那麼高 因為他是採用劇場版那樣做個設計 小遺憾 男主隨即看不下去了 立即衝向腰帶 再大家無助 哀求男主不要變身下 男主準備變身 故事結束 以上的話就是我們這次Camelita47集的內容 我覺得這次博士演得非常非常不錯 那種瘋瘋的感覺有出來 而且他給我感覺比較像是 重蹈他父親的老路 但是方向也比較不一樣 大家說明好不好 以犧牲大BOSS來講 博士的表現演技 我覺得都還在線 還不錯還不錯 而且很期待博士到底是給什麼樣的理由 如果給理由太難 那我覺得還是不行 好了 我們現在進入我們一個心得 的復版環節 跟大家小聊一下 然後我覺得博士會這樣最大的原因 是因為爸爸把他的惡魔給了他自己兒子博士 爸爸當初會製造出那麼多東西 應該是他內心最純粹的慾望 慾望會牽扯到惡魔 所以惡魔一併繼承過去 他就會將博士內心的慾望做完全的放大 他雖然是重蹈父親的老路 但是呢 他這次重蹈的方向是以 只屬於人類的力量去做的設計 所以那感覺應該還是跟惡魔有關係 但他講說這個是屬於人類 為了人類的這個力量 我覺得這段非常非常之帥 還不錯還不錯 幫人類這個點做一個最大的體現 說穿了 他們現在使用的能力都是依靠惡魔嘛 可是呢 這一次的話 終於是出現一個屬於人類的力量 所以我希望 所以我希望他可以是因為惡魔 而被勾出來這個慾望 但是不要出現惡魔 就是說 不要讓這個說出來是惡魔力量 這樣的話可能會比較開心一點 只是要怎麼圓回來呢 其實我也在想 老實講 感覺好像也只能惡魔被擊敗 不知道 所以呢 看他們後續會怎麼演博士這個點 然後呢 男主部分的話 因為已經忘記父母了 可能再變下去就是忘記 他的兄弟姐妹妹這樣子 我個人覺得 應該是因為契約關係被封印啦 並不是被消除啦 所以代表說 應該就是 嗯 雖然記憶消除了 但是只要解除契約的話 可能這些記憶就會回來 最後幾集 應該會稍微進入一點掙扎啦 感覺啦 感覺啦 最老弱的方式就是解除契約 然後最後又再簽一支契約 然後VICE回來 然後全部大團結局 然後所有記憶都記得 畢竟副作用這種東西 在Kamera裡面 欸 近年來東京空話變成沒有副作用了 好不好 就像我們Gaze的那個殺肉 然後呢 最後一個點話就上去剛才講嘛 就是解除契約 換回記憶 所以呢 VICE會不會死呢 不知道好不好 但是感覺 你現在演的節奏來搶 就是 終極強行大團圓啦 我是覺得 留一點遺憾是沒有關係的啦 但是 他們應該不太敢吧 不知道 好 所以呢 以上就是我們這一集47集的內容啊 總共來講 因為我本身蠻喜歡博士這個角色 所以呢 以博士來當最終Boss 然後加上他的理由 還有為人類而戰 我覺得這一點都算是非常非常是不錯的 因為畢竟天空閃還有那個東西還沒結局啊 所以呢 後續 博士要怎麼解決這問題 我是個人是非常非常期待好不好 好 以上就是我們這次Cameledra第47集的一個完整內容 如果想要請你幫我再按影片分享 我們下期見 掰掰